今天早上很意外的就是看到查理曼哥老爷子还是认赔了 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 终于忍了 去年四季度加仓了30万多一点纯托管凭证 这次卖掉了 上次是加仓了30万份 然后之前的持仓是30万份多一点 这次就是留上次加仓的这部分 把之前的全部平仓了 砍仓是超过一半的 比一半略多一点点 就是曼哥老爷子的操作 而且曼哥老爷子把他在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这个位置也让了 算是英雄扶老了 算了 98岁不知道 把这个董事长这个位置也让出来 只是挂名做个董事 很难想象老爷子这一轮操作有多少 因为是在大庭广东之下做了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吧 价值投资怎么个操作 第一是对长期的公司在它出现意外打击的时候 价格变得便宜的时候开始接触 这是老爷子的第一个操作没毛病对吧 优秀的一家公司在早期没有接触机会 那么撑着它有外伤的时候需要疗伤的时候超把底 这个我觉得是没毛病的 老爷子肯定是看这个阿里巴巴呢 也看了许多年 但中间的确实对他们来讲也没有特别好的投资机会 比如说阿里巴巴在赶股的时候 上市以后呢 又退市 而且当时投资者也没挣到钱 第二个呢 在美股上市的时候呢 因为市场还很狂热 所以给的股市其实也比较高 对吧 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一个接触时机 那上市以后呢 阿里巴巴的表现一度也还是呢 非常的强势 包括呢 中国电商的成长 在阿里巴巴上面呢 也都体现 它在金融服务上面 那在某个阶段里头呢 几乎是独步天下 对吧 把银行的打得稀里啪啦的 也确实呢 这个在市场里头呢 占据了非常高的份额 然后呢 第三驾马车 就是阿里云这部分 也是国内的头号 对吧 所以三驾马车呢 本来匹配在一起呢 肯定对老爷子呢 是有吸引力的 因为投资中国嘛 那你如果有一家公司 能够在多个领域里头 拿到行业第一 那是最简单的一个投资方式 投他就好了 对吧 所以我相信老爷子呢 是垂涎已久 垂涎已久 然后等到了这么一次机会呢 进场 那这种呢 进场之后 通常不会轻易认输的 对吧 如果跌了 那必然是加长 所以我们看到随后呢 老爷子有两次 大规模的加长 贪低成本 继续坚持 看多 就是后面的那两次操作 包括去年四季路的那个操作 也是这个路子 所以买的价格呢 都比较高 虽然比之前的第一次操作呢 便宜了很多 对吧 他第一次估计呢 在港股来讲呢 就是 两百二左右 两百二左右 就是从三百多一点跌到两百二左右 跌掉三成 然后七十的时候买的 后来呢 就腰斩的位置和腰斩的略低点的位置呢 继续加长 那么去年四季度的那个加长呢 估计 应该在一百一左右 应该在一百一左右 就翻倍的加长 这样呢 会把成本的降得更低一点 但是呢 他可能呢 还是没有想到呢 这一次 这个中国互联网呢 整个呢 是一个超级洗牌 而且这次洗牌呢 并不是说企业之间的洗牌 而是政策呢 介入之后 重新自并江湖规则 这样的一个 这个洗牌 是一个超级大规模的一个洗牌 所以呢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曾经讲过 就投资这东西吧 就是 这个是常见常行 就是你必须 把历史经验清清楚楚 就是你可以帮助你呢 快速的反应 但是呢 又需要呢 对正在变化的东西 保持敏感 要区别出不同 我觉得这两个呢 都是在做投资 做反应的时候呢 很需要的 一个是对过往了解 可以迅速的捋一下 大字对应哪年哪月 哪个阶段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一定要知道 就是说 可能这次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也有能要梳理出来 这样呢 就不会呢 掉到经验主义的老套套里头去 对吧 这个呢 我觉得在判断上面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那么老爷子这次 这次应该很受伤 应该很受伤 之前他一接触一家商的时候 我始终就有点担心 老爷子98岁 如果要见证一个大级别的调整的话 那必须好好活着 健康长寿 才有希望 所以那年初呢 我在头条讲这事的时候 有些还来怼我 说 难道老爷子没理见得多吗 我都不一定 老爷子对中国呢 可能还真不如我们了解 因为我们在这个土壤上面成长 我们用心每天都在听 这个市场的这个声音 对吧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的东西呢 跟他也未必是一样的 老爷子呢 摆密一书啊 也是可以有的 并不是说 老爷子呢 就可以把每件事情 来做到天衣无缝 这个呢 是可以有的 我觉得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 这个想不到 投资就是这样 还想不到 会有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次的这个止损 看起来呢 决心是很大了 就一次呢 砍掉一半 而且老爷子呢 就退 就不做董事长了 就让出来了 这算是福辣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福辣了 亏的也不少 亏的也不少